近年来生物辨识技术 像是指纹 生纹辨识的应用 是越来越广泛了 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声控 不过目前应用当中 最受到青睐的 还是人脸辨识 以及红膜扫描 而随着生物辨识技术 跟安全性的提升 未来人类出门 再也不需要带钱包了 甚至也不需要带信用卡 或者是钥匙 光是靠脸就可以解锁跟消费 市场预估 生物辨识技术 未来的应用带动需求增强 到2020年 整体的产业规模 渴望达到333亿美元 折合台币 也就是将近一兆左右 指纹辨识 红膜扫描 或是人脸辨识 生物辨识技术 在安全产业 还有消费性电子产业上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 除了可以辨识指纹 和红膜等生理性特征 或是辨识声音 和签名等独特行为模式外 在科技的发展下 用来验证安全性 确认身份的方法 越来越多 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脸部辨识技术 未来我们出门将不用再带着一串钥匙或是防门卡 生物辨识技术除了应用在居家生活中 金融产业也相当看重 用红膜辨识确认身份 在未来的世界里 信用卡 提款卡 甚至是钱包 可能都用不到了 生物辨识技术虽然方便 还是有风险存在 不过各国的科技产业 还是非常看好生物辨识技术 未来的发展性 国际市场规模 预估到2020年时 有望达到330亿美元 我们刚刚在讨论当中也提到 不管是其他的生物辨识 或者是语音辨识 大家有一个共同疑虑 就是真的安全吗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亚马逊的用户就陆陆续续传出 在未启动Echo的情况之下 居然可以听见 类似巫婆的诡异笑声 让独自在家里头的用户 简直都吓坏了 无独有偶的 去年十月份 Google的智慧喇叭 Home Mini 也传出在用户 并没有唤醒的情况之下 居然会录音 并且回传到Google去 让用户感觉 是不是被监视了呢 这两起事件 也都引起了大家 对智慧音箱背后系统的 安全疑虑 也因此如何在享受 人工智慧便利的同时 又不会侵犯到大家的隐私 将成为最大挑战 本来只是替超级杯广告 没想到现在Alessa 真的变得怪怪的 没有提问却自动回应 笑声诡异又带嘲讽 让人全身发冷 古怪影片在网路疯传 大家开始测试 不断对Alessa下指令 Alessa 可以让我笑吗 当然 我可以笑 但怎么是 都是机械音 几米几末也拿来当成 节目桥段 有好日子 我觉得那应该是 Hillary Clinton 针对音森笑声 亚马逊解释 是系统指令设定问题 目前已经改善 绝对不是恐怖事件 不过AI语音助理 其实也没想象中的聪明 你好 Siri 什么游戏 什么游戏 告诉我 Siri是美国人 听不懂苏格兰枪 换成Alessa 同样碰壁 我没有知道 倒是Google语音系统 轻松回答问题 语音助理靠声控技术 偶尔也会误听出包 所以别想太多 自己杀自己 很多人预测都认为 智慧音箱将会改变 你我的生活 同时更将深度改变 产业的格局 问题是 大家最忧虑的就是 这些智慧助理们 是不是终将有一天 将会绑架我们的生活呢 其实说到底 不管是使用智慧手机 或是智慧音箱 都要仰赖我们自己的智慧才行 谢谢您今天的加入 我是周开文 我在T观点 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